高雄市为了改善空屋,采取多管旗下的方式 其中全是200万辆的机车当中 还有20万辆老旧二型乘机车 市府希望配合行政院改善空屋重点 规划在2019年全部泰除 市府原定2021年将禁止使用二型乘机车 过去10年已经泰换近63万辆 为了配合中央政策 二型乘机车的泰除目标将再提前完成 环保局表示 今年以来已经补助4亿多元奖励民众 泰换二型乘机车及柴油车 透过奖励补助措施 预计明年将泰除7万辆还在使用的二型乘机车 因此全部泰除的计划预计将能在2019年达标